而战争开打之后 关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和政府高层出逃基辅的传言是满天飞 泽伦斯基他走上了街头 就在首都基辅自拍影片 包括了总理 幕僚长 党派领袖等高官 都聚集在他身边 他向乌克兰的民众信心喊话 告诉大家 我们都在 俄罗斯大军入侵乌克兰 导弹在境内四射全民大逃难 这时总统在哪里 泽伦斯基一手拿着手机 一边跟大家介绍站在身旁的官员 用实际行动跟大家信心喊话 强调我们都在 誓言保温家园的 还有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 扛着一把AK47步枪现身接头 接受CNN的采访 波罗申科认为 无论俄罗斯拥有多少的兵力 导弹和核武器 乌克兰永远不会掉入普丁的魔掌 而为在黑海上属于乌克兰管辖的战略要地舍斗 经过乌克兰总统证实 所有的士兵都已经遭到俄军攻击全数阵亡 最新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军舰开火攻击瞬间 士兵牺牲前的最后身影 当时海上的是俄军光荣级的巡洋舰开火 乌克兰士兵坚守到最后一刻 还呛对方下地狱去 战争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当时乌克兰遭到三面夹击攻打 空袭警报震了月龙 也对情侣却直奔修道院火速的完婚 婚后随即拿起枪 加入报家卫国的行列 另外这名80岁的老先生手提一个小箱子 之前他脸上带着微笑要入参战 他说想要守护子孙们 照片曝光也让许多网友为之比三 记得有加弦报道